蚯蚓釣底的方法 在湖底釣到了这条漂亮的彩虹墩 那也正是因为Jeff的专注 他也成为这一天当中 我们几个朋友里面唯一一个钓到墩鱼 而且钓到了五条墩鱼的人 不愧是钓了一辈子鱼的老江湖 我们可以看到 Jeff正在慢慢地把这些鱼卵挤出来 把它放回到水里 虽然这些鱼卵在回到水里之后 不太可能再孵化出小鱼 但是呢因为可以作为其他鱼的食物 它还可以再次参与到大自然的循环当中 我们已经钓了有能不留水条鱼吧 刚才开玩笑的时候有200多条 没有那么多了 下面有这些我们保存着今天吃个新鲜的 还有更多的鱼现在其实是在冰箱里的 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钓点 水深大概在10米左右 现在气温也只有大概15度吧我觉得 快将近20度了还是很冷 那第一个钓点就是用来钓红尊鱼的 他们昨天在这边钓的不错 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周围的环境 至少现在看不下30条船在我们的周围 看来这是一个公认的钓尊鱼的钓点了 现在大家都准备好要下杆了 每个人的钓法都不一样 就准备要用它的这个蚯蚓啊直接用鱼饵 想先看看这边到底今天的鱼框怎么样 然后这边能看到它在 这个Jeff在用它的浮漂下面也是用的这个软耳 那我呢是直接不用浮漂了 还用昨天的办法就是这个小小的mini这个 这个小软耳 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钳头会把它缠下去 现在绑双钩 Ceader的秘密武器了 秘密武器是他们现在不小鱼要大的要小的 所以绑双钩 一个长的一个短的长的绑大的毛钩 这个其实就是飞银钓的那个飞银啊 这是手绑的那个mini jig 对这是mini jig 前面也是带这个钳头钳的 所以现在绑第二个钩子 一个小虫 下面一个毛钩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追着大的 看到大的会追 就在追不咬 他就看到小的就会刺小的 看到那边这些小的 叫浮筒 像救生圈一样的东西 他们其实脚是在下面的 那他们会穿上脚铺 其实他们是从那个码头那边入水 一直用这个脚铺滑过来的 很方便 这个小的软耳其实就是拿在手里 慢慢的收 慢慢的抖那么一两下 像这种尊鱼比较小心的这种鱼 它会更喜欢去攻击它 就是这个mini j 有时候我们会在后面加个鱼耳 加个软虫一类的东西 你得到吗 好 哦 太好了 好看 这个时候 Jeff就要非常小心防止这个鱼线 在这个船下面打起让 很细的鱼线 刚刚在这个软耳上没有什么机会 现在空中可以看得到飞着很多的这些小的苍蝇 像水苍蝇一样的东西 其实他们一直在 孙鱼现在都在吃这些东西 那其实他们这些种菊的人都是在用这个 也就是我现在手里正在画的这个小小的飞蝇 这个就是飞蝇钓前面的那个夹耳 待会我会把这个栓上上面放一个浮飘 就让它在树里飘就好了 其实真的是因为要用它周围有的 这些很自然的东西去钓这些鱼 今天其实鱼矿不错 挺东西的 我的东西是真的吗 对 我们下一个汽了 第二个鱼矿呢 在上一个吊点我们的整条船只吊到了三条 都是Jeff一个人吊到了 那因为尊鱼的他的这个摇口的这个时间窗口啊 比较短 所以我们早上先去吊了尊鱼 那现在来到这个岸边 这是昨天Joe和Jeff他两个人在这边钓到了50条的这个萨库拉门托的太阳鱼 那就在这个点 那我们现在过来来试试这一遍 在钓这个太阳鱼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这个小小的前头钩 还有后面的这个软尾 那我会在上面呢 再接上一条短短的线 上面再绑一个很小的这个飞影 目的是因为这边的水面上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有很多这种小的飞虫 他们叫mich的这种小飞虫 那其实这个太阳鱼也会吃 那同时两个一起 很有可能把鱼吸引过来 那待会在钓的时候呢 太阳鱼和尊鱼不一样 那只要把这个 这个牵头钩啊 把它送到水底 然后不停的在下面在弹 根本不需要收线 只要弹就可以了 这一步说就是要一直让它接触到地面 尽量让它去接触 不要抖 直接收啊 利 直接收 不要抖 不要抖啊 不要抖 直接收 丢出去的沉上底慢慢收回来 丢出去沉上底就开始收 快一点 哦 太慢了 对 这样子差不多那么快 快一点 OK 说一次 绿绿的啊 这如果给我看 我一定认为它是Crapie 对于我 这就没关系 对 看起来是Crapie 但败 对 很厉害 哦 哈哈 哦 看来真是这个 迷你这个更好用啊 漂亮 又是一个肥肥胖胖的 最近的这20分钟 终于开始开口了 所以这已经钓了20多条了 哈哈 我现在大概三四条了 而且是因为周围的船 周围的船 早上都在这 他们可能一直把它控制在这一区 现在大家都在上鱼 换了Uncissor的这个 换了新的钓组 明显效率提升 现在每个人都在上鱼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小小的 是我们刚才用来钓这个 哇 回头看 钓尊鱼的这个陷阻 cissor又上鱼了 又中一条 好 太阳黑鲁 也叫萨库拉门托鲁 它少见的原因之一 是它只喜欢生活在水草丰富 而且水流缓慢的 一些湖泊和沼泽地 并且对水质的要求也是很挑剔 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可口 世界纪录是7斤 其实很难确定这个是不是打到底了 没有很容易 你听你不要收拾嘛 它就碰到底了嘛 挺好的 一干四绝 有一条 26条 相对于一般的鲁鱼和太阳鱼来讲 它的咬口是非常狡猾的 种鱼的那一瞬间呢 是没有明显的拉扯感 在它开始反抗前 更感觉像是刮到了水草或刮底 那另外呢 它的嘴啊 像纸片一样薄 拉扯鱼的力道要非常的小心 驳鱼的时候呢 轮子的鞋力要尽量调的轻一点 像我钓的这几条鱼 其实在拉到的时候 我都以为只是拉到了水草 好 丢出去 让它沉差不多 20秒到30秒一都沉到底 你再慢慢收一边收一边抖 好 线还在往外沉 好 现在碰到底了 线不动了 就碰到底了 就开始抖 这个明明这个是要抖着用的 对 卷尾是直接收的 对 明明这个要抖的 车车车车 啊 断了 断线了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 我们已经钓了很多的 萨库拉门托这个太阳鱼 那现在下一步 我们要去再回到要尊域的这一侧 来重新试一次再去钓这个彩虹尊 刚才Jeff他在这边很有经验 他给我讲了一下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些船 其实都在一条线上 在一条线上的原因 就是因为如果从后面看 它沿着处的这一条线 其实是一条小溪 那这条小溪其实也代表一个地形 那这个下面其实就是一条沟 那所有这铁船 其实都顺着这条沟 尊域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在相对水深的地方 待会看看我们能不能 今天再钓几条尊域 今天早上之后Jeff一个人钓了三天 看看我们的运气吧 对啊 有贵鱼应该跟这个鱼比较接近 我看的照片应该是像这个鱼 它这个鱼平常在有石头 它会躲在石头边上 也许在河里面它会躲到石头边上 在湖里面它就躲到水草 石头位置 这个湖里面没有什么石头 所以它们都躲到水草里面 它比较大 它比较大 比较大 嗯 就是这个绿绿的mini jig 漂亮 我们在第三个钓点已经钓了有将近一个小时了 其实尊鱼的咬口呢并不是很积极 因为毕竟已经是下午了 尊鱼最活跃的时间应该是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 还有每天黄昏 这两个时间点 那我们几个人呢 渐渐的也都把鱼儿换的很小 换上了小小的飞鱼 开始继续在底部尝试 看看能不能钓到更多的萨库拉门托太阳鱼 那还非常幸运 陆陆续续我们几个都有种这个太阳鱼 这个时候只有Jeff一个人 他还在努力的尝试 用蚯蚓 用大一点的牵头钩 后面绑着羽毛 还下面又试了一次用更小的这种飞鱼 挂在上面 用不停的组合继续努力的 再尝试钓尊鱼 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Jeff不断的努力下 他终于又是用蚯蚓掉底的方法 在湖底钓到了这条漂亮的彩虹墩 那也正是因为Jeff的专注 他也成为这一天当中 我们几个朋友里面 唯一一个钓到尊鱼 而且钓到了五条尊鱼的人 今天总体来说在这边钓得非常过瘾 这个人都在全程中 请不吝点赞 转发出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出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